接下來的光學儀器是考試比較常會出現的 一個就是照相機 一個就是眼睛 因為這兩個還可以互相的對照 照相機 我說過了 照相機尤其是那個單眼的相機 那個鏡頭是一組 有好多個鏡片 可是我說不管多少的鏡片合在於像什麼東西 合在於像一個凸透鏡 合在於像個凸透鏡 因為它要在底面上成像 可是光線要怎樣 匯聚 只有凸透鏡才會把光線匯聚 所以它合起來就像一個凸透鏡 然後在底面上感光 然後你的底面只有那麼一點大 卻照了你的全部的人 所以表它什麼像 縮小像 那我們知道凸透鏡的說法上都是什麼力的 都是導力的十像嘛 所以它會縮小導力十像 那怎樣會是縮小導力十像 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我跟你講照相機 除非你有MICLE的特殊設計 否則沒有辦法拍太近的東西 太近的拍不到 拍不出來 因為它要放在兩倍焦距外才可以 它會成為一個導力縮小的十像 才能在底面上感光才能夠成像 所以當機就是凸透鏡 然後雖然導力十像兩倍焦距外 然後呢 就是眼睛的構造 那我們只教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水晶體 我們說像凸透鏡 我們上課講過了水晶體其實只具有微調的功能 但是我們就告訴你是水晶體 然後呢來偏承光線 實際上主要是在角膜那邊 角膜那邊在做偏承 主要是在角膜那邊做管它 偏承就像鏡頭 所以水晶體比較像鏡頭 像照相機的鏡頭 然後瞳孔呢 就是這個看旁邊同學的黑眼珠的部分 中間有一圈黑黑的 旁邊咖啡色 中間黑黑的那一圈 要做所謂的瞳孔 它就像照相機的光圈 大一點小一點 控制光的亮 跟光亮 跟光圈一樣 然後最後 後面有個四瓦膜 就是它感光用的 感光用的 所以跟照相機的底面 或者是感光材料一樣 什麼CCD啊 因為現在很少用底片機了 所以就沒有什麼底面 就是CCD啊 感光材料 然後產生影像 就是對照相機做對照 對照 然後眼睛正常的就會調焦 就會到底看清楚 可是有些人生病了 沒有辦法調起一種叫做近視眼 對 近視眼 圖上面給你顯示 就是成像太早 成像太早 根據前面的霧在無限遠 上在焦點 霧在兩倍 上在兩倍 霧在焦點 上在無限遠 你知道東西要靠近 它那個跪跡才會 FUCK 才會後退 才會不會要視往摩上 所以表示要移近 因為要移近才看清楚 所以叫做所謂的近視眼 那麼這叫做成像太早對不對 太早跪距的說話 事情先怎麼樣 發散一點 發散 所以我們就放什麼鏡子來 我們就放Auto鏡 那你先發散一下 然後再它位聚 所以呢 近視眼用Auto鏡來做治療 所以呢 上面的圖就是近視眼 成像太早了 為什麼會成像太早 就是一個叫做眼球前後鏡過場 太凸了 所以對別人的人就要太 對別人的正常 你就對別人的太早 它就是眼球趨力過大 那個太會畏聚了 所以聚焦太快 太快了 所以下面要帶Auto鏡解決 那反過來 要遠視眼只能看遠皮 然後它成像太怎樣 上面這個圖成像太晚了 在後面 所以按照我剛剛講的 霧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霧在兩倍 現在兩倍 它要Buck 東西要拿遠一點 它這個才會往前移 才會落到視網膜上 才會看清楚 所以要拿遠看清楚 所以叫做什麼眼 遠視眼 這叫遠視眼 那表示這個成像太晚 太晚會去 我要幫你會去 誰可以幫我會去 吐透鏡 所以我用吐透鏡來做治療 我用吐透鏡來治療 我用吐透鏡來治療 所以呢 上面顯示 就是我的成像太太後面 原因一 眼球前後鏡過短 別人那麼長 你比他短 現在太後面 或者是你的水際區域過小 不太會會去 所以脫鏡太後面一點 所以呢 因為你太晚會去了 所以幫你會去 所以我帶吐透鏡來做矯正 吐透鏡 好這個記得就可以了 OK 然後就是整理的結果 我這邊都有整理的結果 你就把那個整理的結果給我記好 整理的結果給我記好 好 然後我講過照相機 照相機卡的會比較多 你知道 然後腹熱血微鏡 生物有焦 所以會卡 腹熱血微鏡也會卡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近視眼跟遠視眼 近視眼跟遠視眼 好為什麼會近視 為什麼會遠視 他的前向太早還是會太晚 所以你要該怎樣的矯正 該怎樣的矯正 把他記下來 把他記下來 就是所謂的近視跟遠視眼 近視眼跟遠視眼是一個 容易考的 愛考的問題 請你要曉得 OK 又是有關於後面照相機跟眼睛的部分 有人有問題嗎 有